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可以举几个例子告诉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形下这样的化解是智慧的 化解一个是自己化 一个是化对方 自己化是比较容易的 要化对方是比较难的 这个化对方的要花很长的时间 也许一辈子他化不了的 但是对自己来讲的话是容易化的 也就是说假如说有人对付我 对付我的时候我能够包容他呢 我能够为他设想 我说这个人对付我一定是他为了什么目的 他希望要达成什么目的 他为什么希望达成这个目的 那他的观念上可能有问题 或者是他背后有什么人硕士他 那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等于说一只狗在乱咬人 那一定是他的主人在那里硕士这个狗 叫他出来咬人 或者是这只狗是发狂了 他得到狂权不准了 所以是到处都乱咬人 那这只狗 我们还是要说这只狗是一只疯狗 或者是这只狗是没有自作能力的 那我们不恨这个狗 我们内心里至少不会起那么很痛苦的 很烦恼的 很怨恨的这种烦恼出来 对这只狗是这样子 那么这是说他背后有人说死他 就是恨那个说死的人 那我们也想到说死他的人 这个人一定也有什么原因 那个原因是什么 我是不清楚 一定他有他的原因 他这个或者观念上有了问题 或者是他自己生活上有了问题 或者是真正的发生了什么问题 也许我这方面真的是 无意之中是讲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 让他误会了 让他觉得我给他过不去 所以是唆使一条狗来咬我一下 如果这样子想 至少我内心对那个对方 不会那么狠心 都那么难过 所以对自己来讲 不会有双重的伤害 已经受了一种伤害 第二层指引咬我自己的那种伤害 不会有了 这个是化解自己的 从自己这边化解是比较容易 但是呢也不容易了 那这是要也要智慧 是 另外这个化解对方 这是相当难的 这一条狗 根本就是狂犬病 你怎么化解它 那这是进人事而为 那个可能这条狗 一直到此为止 那狂犬病还在的 那没办法 但是呢 我们就已经进到人事 对这一条狗 我们都包容它 还要希望它能够把它 医好它 那么像这种情形 我们通常 一般的人不容易做得到 但是呢 有一些真正的大人物 就是说 宰乡独自地能够撑船 能够行船 那就表示说 他呢 对异己者 在必要的时候 他就宽恕一级的人 那甚至于 能够把一级的感化过来 而变成了他的随从者 支持者 拥护者 那么这些是一个 宽宏大量的人呢 可以做得到 那么这个眼光要看得大 那么有一点像什么 像这个 这个父母 被这个很幼龄的小孩啊 打了耳光了 这个 打了 那种拳头打了 捶了你的背了 打了你的耳光了 甚至于 吐痰吐在你的脸上了 你这个时候 你会想 这是个孩子 这是自己的孩子 这个 这个小孩子发疯了 小孩子在生气了 这小孩子就是这样子吧 无知 无知啊 最多你给他 瞪他一眼 你不能够 他吐你一口痰 你也吐一口痰 他吹你一拳 你也吐他一拳 那也有父母呢 就给他一个耳光也打过去 把这个小孩子打哭了 为止 那么小孩子震慑着 这样子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小孩子 从此以后 会对父母啊 有一种恐惧 害怕 如果是父母慈悲的 那不会这样子做 那包容这个小孩子 那当小孩子这个 这个小孩子的 这个孩子风过了 然后就跟他讲 这个孩子啊 你刚才打父亲 打母亲 你知道吗 不对的哦 打路好痛哦 如果我也给你打一个嘴巴 你说你好不好 那这样子讲的 这个孩子可能 有这个这个 也转过这个观念转过来 慢慢的慢慢的 技术教育 技术感化 那我们对地人 往往也用这种方式 是比较好的 是 师傅像这种的大的包容 一般人可比较难做到 可是我们常常碰到的 譬如说办公室里有同事啦 或者是有属下啦 如果他做了做错了事情 像这个时候 你是觉得需要指证他呢 还是应该要包容他 你看情形 因为有的人呢 你没有办法指证他 你也没有办法感化他 你只有包容他了 有的人你的关系不够 或者是气氛不对 时间不好 你这个情况下 你只有包容他 这本身就是个感化 如果说是这个 你觉得他这个人是可以啊 马上跟他说明的 他能够接受的 那你这个赶快跟他讲 否则的话 也许要等待一个相当好的机会来了 那他的气氛很好 那他跟你关系啊 觉得又非常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给他 这个就是背后的 给他劝告 给他建议 甚至于不是劝告 不是建议 而是给他商量 也许他当时 有这个心理转过来的时候啊 他会收到你的劝告 否则的话 你劝告他也没有用 反而变成一个敌人 是 谢谢师傅开示 是 师傅说 包容呢 能够增加自己的智慧 减少自己的烦恼 同时呢 可能也可以减少树敌 可是怎么样 让包容不成为自己的负担呢 欢迎你下一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火法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